Hello,大家好,很高兴能和这么多观众在线上见面,我是Apploving的市场总监,我叫Michelle,今天呢我被派来临时客串一把我们活动的主持人,跟住我们的朋友相信都知道几个月前我们在海外上线了一档全新的线上对话栏目,叫做Ask the Developer Live。 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不仅与全球多家顶尖的工作室探讨了他们的成功经验,还有最佳实践,同时也建立了一个与开发者们更加直接的沟通平台。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六期,并且吸引了数千观众的参与。 像大家熟知的Voodoo,还有People Fund等顶尖工作室,都和大家分享并解读了当下的热点话题。 那么这一期呢,其实非常特别,因为我们不仅迎来了Ask the Developer在中国的首秀,更是邀请到了在国内打造了恋爱球球和舅舅小姐姐等多支爆款游戏的开发商SuperTypeX,分享成功秘籍。 那么接下来呢,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来自SuperTypeX的游戏大拿,毛云龙制作人。 哈喽云龙,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云龙呢,曾就职于盛大游戏北京卓尔工作室,拥有十年手机游戏的设计经验,并于2018年加入了SuperTypeX,团队呢,开发了多个爆款游戏。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认识,是我们Line Studio亚太区发行负责人,尤兰达。 哈喽,尤兰达,又见面了。 接下来呢,尤兰达将与云龙一起为大家解读这个爆款背后的成功故事。 那么在二位的对话访谈之后,我们将进行一个五分钟的线上Q&A环节。 欢迎大家通过Zoom右下角的聊天和发言功能提出问题,我们会在Q&A环节为大家进行解答。 OK,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将由尤兰达带大家直奔主题。 好,谢谢Michelle。 Hello,大家好,我是尤兰达,我在Line Studio负责亚太区开发者的产品发行。 SuperTypeX呢,是我们亚太区HyperCasual领域的最大的合作伙伴,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匠人了。 相信大多数开发者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毛云龙制作人来做我们国内首场的这个webinar的嘉宾。 那接下来请毛云龙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SuperTypeX的工作室。 Hello,大家好,我是SuperTypeX的制作人毛云龙。 那很荣幸呢,受到这个ApiLobin的邀请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分享,然后和大家互相学习。 那么其实呢,我本来是这个产品经理和这个策划负责人啊,但是为了这次分享啊,就觉得制作人的这个图线可能比较厉害一点。 然后我一不小心就成了制作人啊。 所以说呢,还是非常感谢这次分享,不过就怕我万一讲不好,可能分享之后,我又变成了执行策划了。 那么这个SuperTypeX呢,成立于这个2017年底啊,专门开发超秀线游戏。 我们专注的是这个欧美市场,那么我是在2018年1月份加入了这个SuperTypeX。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呢,我们开发了近100款的这个超秀线游戏。 按照这个iOS,AppStone,美国区域免费游戏排行榜的这个统计呢,我们有8款游戏进入过Top10,然后有3款游戏打到过Top1。 那其中呢,LoveBose,也就是恋爱球秀,是2018年的这个产品,截止到当前有2.5亿的这个下载量。 那Save the Goal,舅舅小姐姐,是今年的产品,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有这个1.6亿的下载量了。 我们前面这个宣传是,我们看到这个这次分享的宣传是1.4亿,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有1.6亿的下载量了。 并且呢,这两个数字其实是不包括这个国内安卓渠道的量的。 那么这样的成绩呢,其实是离不开工作室中每一个人的努力的。 嗯,有蓝答。 谢谢云龙。 那我们先从与Lion Studios的合作开始讲起。 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Super Type X是如何与Lion认识以及就是开始合作的吗? 然后Lion在这个合作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Super Type X呢,是Lion Studios最早的这个合作开发者。 这个里面可能没有之一,我们可能是第一个。 那么2017年末,我们就已经开始和Lion Studios开始合作开发超级线游戏了。 Lion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帮助。 那我简单说几个方面。 首先呢,在这个创意阶段,Lion会经常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游戏的idea和这个创意。 Lion自己内部呢,他会去定期的去组织分享一些游戏创意。 并且最终把这些都分享给他们的这个合作的开发者。 如果这些创意呢,能够激发这个开发者的灵感,对这个idea感兴趣。 然后开发者就可以去选择进行开发。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开发阶段, 比如说我们的demo做出来了之后,会拿给Lion去看。 他们会帮助我们去这个改进游戏。 那么另外呢,比如说由于我们是这个中国的开发者, 对美国的文化,对当前流行的元素,语意表达等这些方面呢, 可能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呢,就会把握的不是很准。 那么比如说一些剧情的设计,这个是否get到这个美国人的乐趣点。 比如说英文,游戏的这个英文名称的制定是否合适等等啊。 这样Lion都会给我们,就是说他们的建议, 那么让我们做的这个更好。 那么在游戏上线测试,到这个后面的推广, 到后期的迭代,以及如何优化游戏啊, 包括一些AB测试啊,等等这些事情呢, Lion都会根据他们的这个数据和经验呢, 给我们一些相关的建议,这样呢,帮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呢,我是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Lion其实是拥有很强大的这个广告视频的这个制作能力。 那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开市买量之后呢, Lion会有这个专门的部门, 为项目去制作大量的各种极具创意的这样的广告去测试, 对于这个西量表现好的广告呢, 就会很快的去应用。 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优化这个项目的CPI会经常会有很好的效果, 甚至可能会让这个项目中后期的CPI, 比如说某个广告西量效果特别好, 它可能会让这个CPI比初期测试的时候降得还要低。 那么一般来说,对一般的开发者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开发者可能并没有自己的这个EV的广告部门, 在这方面也缺乏这样的经验。 那么Lion其实在这方面经验就非常豐富, 它可以帮助开发者来做这样的事情。 大概可以先讲这几点。 了解,那与Lion有没有影响到就是比如说, 不好意思,可能网络不是很稳定。 好像是。 好像是,对。 OK,现在好像可以了。 好,那您觉得就是与Lion合作的这个关系有没有影响到, 比如说SuperTepx在研发游戏方面的一些方法或者理念呢? 这个是肯定会有影响的。 那前一个问题其实已经提到了很多, 就是Lion如何帮助我们。 那么这里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在这个, 我们就说刚才说的这个Cybler Girl, 这个大家比较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那么它是这个剧情是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到了后期呢, 其实Lion当时会建议我们去做一些情感类的剧情, 比如说就是很搞笑的, 比如说情侣约会啊, 或者是偷情之类的之间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可能在美国比较受欢迎, 比较有趣, 可能也就比较有噱头。 那我们就尝试了之后呢, 其实确实是有效果。 那么在后来我们的一些类似的产品中呢, 比如说这个Cluhunter, 就是明侦探老王这个产品中呢, 我们就专门去制作了很多这种情感类的这样的剧情, 那其实效果很不错。 那这样, 鉴于这样的这个经验呢, 那我们在后续的这样的设计到剧情类的项目中呢, 可能也都会去优先考虑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有趣的情感类, 的情侣题材的呀, 这样的一些剧情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市场验证阶段的这个OB测试, OB视频测试的这个方式呢, 其实也是Lion在最初提供给我们的, 那我们最早其实是不了解这样的方法的。 那么对于某些适合做这种OB测试的项目呢, 这个将会很快, 将会更快, 更低成本的去验证我们这个idea的这个吸量情况, 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表现的情况。 那么这些呢, 都是这个Lion对我们的这个的启发, 然后我们去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开发方法呀, 一些理念的这样的东西。 了解了解了解, 那得到这样的肯定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其实Lion这边呢, 也是一直被像SuperTypeX这样优秀的一个合作伙伴所影响着, 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方法和工具。 那我们也是希望与很多的合作伙伴达成这种充满信任的一个合作关系。 那接下来我就直奔主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大家都最关心的这个话题, 今年的爆款舅舅小姐姐。 那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立项阶段, 这个项目的灵感和创意是从何而来的呢?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项目呢, 我觉得应该如果是专注于这个超级线游戏领域的这个同学们呢, 可能应该很清楚我们的创意是从何而来的。 就是有这样两款非常出名的三校游戏, 就是一个是《梦幻花园》, 一个是《梦幻家园》。 那么最初呢, 我们是从他们的这个游戏广告中看到了这样的表现, 就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主人公他遇到了一个困难, 然后我们选择从屏幕下面选择工具, 然后产生这个动画反馈, 来帮助主人公去克服这个困难, 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他们的这样的广告了。 那么我们决定去做这款游戏呢, 主要是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考虑的。 首先呢, 第一点, 既然这个广告, 这个原广告是这么火, 播放量这么高, 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就是说比较细量的广告的。 那么玩家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玩法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其实我们自己在看到这个广告之后, 也确实被它吸引到了, 真的觉得它很有趣, 我们自己是非常想去做这个项目的。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其实是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虚假的广告。 那么就是说它只是广告中表达了这样的玩法和表现, 但实际上在这个榜单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接近这样广告表现的, 然后成绩又不错的, 玩法是这样的玩法的产品,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这也是我们决定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主要就是从这上面三个方面来判断的, 但是呢最初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 到我们最终决定要去制作, 其实这个中间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因为相信大家其实很容易去判断, 要做这样的一个游戏, 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美术资源和这个动画制作的这个工作量的。 那么作为这个超级线游戏来说呢, 我们从来其实在这个项目之前, 其实是没有开发过这么大美术工作量的项目的, 所以一直在犹豫。 但是最终呢, 其实我们还是抵不住这个诱惑, 因为它实在是太有趣了, 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做一关, 去试一试。 那么其实到了最后呢, 这个结果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套用一句玩家的这个评论啊, 就是说玩家经常会说, 被骗了这么久, 终于见到这个有真的游戏出来了,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玩家还是很喜欢这个游戏的。 那么所以其实从这个项目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寻找项目灵感, 就是立项的最一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什么呢, 通过我们去看其他很多游戏的这样的, 特别有创意的这个广告, 然后去找到这个项目灵感。 但是这个呢, 这个广告呢, 必须符合刚才我说的这个三个条件嘛, 就是第一就是说, 原广告它自己应该是比较稀量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自己开发者, 确实也觉得它是很有趣的。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广告, 并没有这样的真实的游戏, 这才有一个空白来给你做这样的项目。 大概是这样。 了解了解, 谢谢云龙。 那您具体就是去证明这个项目是否能成功的话, 是如何通过一些测试来去验证它是市场所接受的一个项目, 以及说能有一个机会去取得成功呢? 其实呢, 这个很多人都在讲我们这个项目前期的这种各种测试方式, 然后去验证市场这样的东西, 那么去验证ideal的可行性。 但是在我这里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更关键的是这个测试之前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是这个ideal的选择, 因为我们不能特别随意的去测各种各样的这样的ideal, 因为即便是你采用OB视频测试的这样的方式去验证市场表现的话, 它依然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成本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是在这个选择ideal的时候, 你应该尽可能准确的, 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ideal到底值不值得去测试。 那么要做到这个呢, 其实这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积累, 做过更多的项目, 看过更多的产品, 然后并且细心的去总结,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体验, 什么样的玩法, 以及什么样的这个本数表现, 更容易有这个好的市场表现。 但是呢, 由于这个ideal方案啊, 这个具体的情况差别也比较大, 所以不太可能有一个很统一的处理方法去判断说这个是否可行。 那么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Cybergo的这个ideal的确定啊,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在考虑到这个ideal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比较有信心, 它的市场表现可能会不错, 因为毕竟人家的这个系量广告已经摆在那里了嘛,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喜欢这个这个玩法嘛。 那么这就是一个种特殊的情况, 其实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那我这里呢, 就是简单讲一个比较相对普遍一点的这样的算是方法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策划提出, 在我们公司啊, 就是我们的策划提出一个ideal之后呢, 一般我们, 我都会去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觉得你的这个ideal, 为什么可以进入这个榜单的top 10?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如果认真的去这个客观的诚实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列出来一些站得住脚的这样的理由, 让更多的人去信服,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ideal就有可能它是可行的。 如果你就根本就给不出来这样的理由, 比如说或者是给出的理由都站不住脚, 那么这个ideal可能就比较危险。 那么对于一些, 一般来说这样的可能会有些问题呢, 可能会比较主观的去判断, 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然后这个玩法很好玩,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一般会让这个所有的策划, 大家一起来去评价, 看看是不是更多的人会认为这个很有趣。 那更甚至呢, 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其他部门的人, 更多的人大家一起来看, 就是说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 大家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样去确认, 在想ideal的时候, 我们就确认这个ideal是不是更可行的, 更值得我们去做出来去测试的。 那么首先呢, 这就是这个ideal的这个确定。 那么在ideal这个确定之后呢, 这个我们肯定就是做一个alpha版本做出来。 那么这个alpha版本做出来, 其实就是最主关键的就是这个进行系量测试了。 那么一般有会有这个, 我们自己这边呢, 会有这个OB测试和CPA测试这样的两种方法。 那么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OB测试和CPA测试。 那么这个OB测试呢, 指的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广告视频。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可能没有, 我们并没有做出这个真正的这个游戏包来, 我们不会上传到商店去让玩家去下载。 它其实是只有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 可能是以一些非常快速的简单的方式去制作。 比如说只有这个动画部门去配合制作一些视频。 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直接用这个网上的一些素材来去通过剪辑啊, 各种后期制作来制作这个视频。 但是这里很关键就是说, 你必须这个视频不能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虚假的, 肯定是不行了。 因为这时候我们现在要验证自己的ideal。 所以它必须表达出你的这个核心玩法, 去主要表达出核心玩法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这个广告视频呢, 去放到这个Facebook上去测。 然后我们会关注一个数据, 就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就是说停留在你这个广告这里去看了三秒钟以上的这样的人的数量, 与刷到这个广告的人的数量的这样的一个比。 那么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说能够停下来去看你这个广告的人越多, 那么可能会去间接的去证明你这个游戏的玩法可能会是一个西量的玩法。 那么这个就是OB测试。 那么CPI测试呢, 其实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其实就是与OB测试的区别呢,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做出这个广告视频来, 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游戏的包做出来, 我们要把它上传到商店, 然后确确实实的让玩家要去下载到, 然后最终你去看你的, 其实看的就是你最终的这个CPI这个值, 你在一个合理的CPI的值, 这个值里面能不能去买到更多的这个量, 它的西量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是这个CPI测试。 那么一般呢, 其实如果你先选择了OB测试, 其实是一般来说你后面还是要进行CPI测试, 因为我们这个OB测试, 它其实是一个间接的评估, 就是说玩家喜不喜欢这个, 那么最真实的其实还是要做CPI测试来测试的。 但是有些时候呢, 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跳过OB测试, 比如说直接去做这个CPI测试, 那么一般我们怎么去判断说是否要做OB测试, 然后再做CPI测试, 还是说直接做CPI测试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说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去比如说与团队沟通一下, 那么如果我们只做一个这样的OB的广告视频, 它所花的时间和这个工作量, 比起你把这个游戏的版本, 就是游戏Borrow都开发出来, 然后去上架去买量, 那么这两个的时间差别, 工作量上会有多大的差别, 如果说它差别不多, 比如说我如果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其实做起来也很难, 我可能也要做一周, 那我如果把游戏开发出来, 可能要一周半或者两周,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如就直接去做CPI测试, 因为这样是更准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视频做得很快, 就比如说我刚才举例说, 如果我们甚至是直接用一些网上的视频, 网上的一些视频素材去剪辑, 去做一个视频的话, 也许会很快, 比如说可能一天我们就把这个广告视频做出来了, 那么这个远远比你开发出一个包要快很多,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先去做一个OB测试, 然后看看它的这个系量情况怎么样, 一般来说呢, 如果这个OB测试的数据很差的话, 其实建议大家也就不要去往后考虑了, 不要去做这个CPI测试了,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OB测试和CPI测试, 当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那么基本上从结果上来,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这个项目是否被这个市场所接受了, 了解, 感谢您详细的一个解答, 因为我相信这些思路和方法论肯定是对于线上的很多朋友们有不少的启发的, 那尤其是像立项阶段这个idea, 先判断准确这个点,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有可能就是idea会测很多, 但是没有去认真的去想这个idea, 就是值得去测的这个点, 那这边问题就来了, 就是这个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了, 然后我们时间又这么宝贵, 您的团队是如何去快速的去做出一个产品的出行, 然后什么时候会判断说把这个产品的内容再扑下去, 就是去做更多的内容呢? 嗯,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前面一个问题已经提到一些, 首先是这个idea的选择是很重要, 那么其实说实话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这个idea的选择方面呢, 做的也不是很理想, 那么这个原因呢, 可能是在我, 是我个人的原因啊, 因为我对这个idea的要求其实比较高, 它必须由我认可的切实可行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 那么并且呢, 我是要求对这个今后的这个内容扩展, 包括它的这个比如说关卡铺量, 以及这个变现设计都有一个初步的评估, 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去考虑这些, 或者说我们去想了,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 连一个大致可行的方向都没有找到觉得不好设计的话, 那么这个idea可能在我这里就会很难通过, 那么所以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经常遇到这个idea荒啊, 因为很多idea到我这里可能就pass掉了, 我觉得不够有价值, 所以呢, 所以说但凡是在我这里通过了的这个idea, 我们对它的这个可行性,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并且这个项目后面比如说如何扩展关卡, 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如何变现啊,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了,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就不太存在说我后面再去决定说我要做什么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 所以说这又回到说这个idea的这个确立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决定了我们这个做什么之后呢, 那么后面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快速制作出来, 那么就是说一个demo的版本去测息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了, 那么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在这个时间控制方面啊,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要明确我们每个阶段的这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息量测试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做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你核心玩法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并且它只是表达游戏本身的, 我们不会做各种这种后期啊额外的效果啊, 来去做来去优化这个广告, 我们也不会做这种比如说就像刚才举的例子这种虚假视频, 然后为了吸引玩家其实不会主要是表达游戏核心玩法, 那么在这个广告中我们能够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的有助于这个息量的我们就会去做并且尽量把它做好, 而那些无关紧要的可能就不会在这个版本中去做, 然后尽量的去节省这个时间, 那具体来说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息量测试版本的阶段呢, 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做太多的关卡, 在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只做一关就够了, 那么根据游戏类型不同, 有的游戏可能做这个关比较简单, 而且我们要表达这个关卡的丰富性, 那么我们可能多做几关, 但这个量可能也上线也不会超过五关吧, 这样子三到五关的这个量, 那么首先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不会做那么多关, 那么其次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做,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版本中其实不会做任何音效的, 包括这个背景音乐什么的, 我们都不做, 那么在这个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不会去接广告,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banner啊, 插屏啊, 一些激励视频点的一些功能啊, 其实在这个版本中我们是都不要的,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另外呢, 我们也不会去介入自己的这个数据统计系统,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买点啊, 我们在这个阶段其实也不需要去买点的, 因为我们只是看它稀不稀料, 之后呢, 其实再举一些比如说一些看似比较基础的东西, 但不会在广告里面展示的内容, 我们其实也不做, 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设置按钮啊, 设置界面这种的, 甚至说游戏的首页, 包括什么悬关界面啊, 这样的不太重要的, 我们因为我们在广告里可能不会展现这些内容, 那我们就不会去做它, 总之呢, 我们会尽量的去缩短这个开发时间, 提供一个尽早的去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可测试的版本, 其实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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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测试阶段的话,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挑战? 这个挑战其实还是很常见的, 那比较常见的一般呢, 可能来自于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于技术,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美术的这个工作量,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说来自技术的, 那可能是某些核心玩法的机制, 比如说一些比较真实的物理表现, 比如像这种流体效果, 比如说这个奶油冰淇淋的这样的效果, 太空沙等等这样的物理效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玩法呢, 可能我们程序就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去研究, 那么这是一般来说是技术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挑战, 那么美术上面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正常的完成这个玩法的话, 也许会需要美术资源较多, 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制作,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Segle Girl, 像这种美术工作量比较大的, 那么其实美术工作量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主要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些挑战, 那么对于某些挑战呢, 确实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因为它涉及到你要表达你的核心玩法, 如果你不解决这个, 你核心玩法就表达不出来, 那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肯定要是硬着头皮去解决的, 如果解决不了, 那这个项目肯定就是就做不了了, 但是对于某些挑战呢, 我们会尽量的去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去临时的去解决, 或者说规避掉这样的问题, 那么具体来就是说一些, 比如说在技术上, 如果遇到难题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能不能去做一些, 临时的一些假的效果, 就是说它跟真实情况可能不一样, 不是我们游戏实际需求要做成这个样子的, 而只是说为了我们去拍这个广告, 然后去表达出核心玩法, 然后临时安排好的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玩法是需要去拖动一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能在各个方向上都能去拖动, 但是假设这个不好实现, 那我们可能做一些假的, 我们在这个广告中, 因为广告是我们自己录制的, 那我们自己去拍这个视频, 那我们可以说, 我只限临时的实现只能往左拖, 然后我就录下来了, 我这次玩其实就是往左拖的, 那我就先实现这个临时的实现这个就可以了, 你真正去玩这个demo的时候, 你发现里面很多功能都没有实现, 那么其实它只要不影响这个广告表达我们的核心玩法, 其实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这个如果遇到技术上的难题, 可以临时的这样的去做, 那么每一书上面呢, 还是拿Segle Girl来举个例子, 那么Segle Girl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剧情AB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玩法, 那它每一次选择呢, 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反馈, 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那么假设我们一关要做三次选择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做这个六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动画剧情, 但是在系量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做一个广告而已, 那么这个在一个30秒的广告里面, 其实不太可能表达出这个完全展示的六个结果, 那我们就不需要做六个, 那比如说其实我们只做三个, 我们前两个广告只做这个, 不是广告, 就是我们前两个这个动画选择, 我们只做这个成功的, 然后后面一个做一个失败的动画,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广告的表现中呢, 看到的就是我前两次选择成功了, 最后一次失败了, 而这个时候广告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如果说你在游戏里面去点, 其他三个没有做的这个icon, 你会发现是没有反应的,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并不把它表现在这个广告里面, 它是不影响的, 那么其实通过这种方法, 就是这个美术资源, 其实在这个做系量测试的这个版本中, 其实不需要开发那么多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去避开一些挑战, 节省这个时间, 那等如果说我们CPA测试通过了, 玩家认可这个玩法, 就是它比较稀量, 我们再去花时间去解决它们, 因为这个已经摆在那里了, 这个钱已经摆在那里了, 谁不想去挣呢, 肯定是需要花时间去解决它们的, 大概是这样。 了解了解, 那我这边想了解一下, 就是产品进入到一个正式的发行之后的这个阶段, 就是一般大家会发行之后, 就是去做一些产品的调优, 然后做迭代, 以便让这个项目的生意和回报率是最大化的, 那想问一下SuperTypeX这边一般是具体怎么去做的, 然后有没有一些能够提高效率的一些工具, 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的。 对于我们就是说刚才说了这个测试, 这个验证这个idea, 那么后期我们要做的这个内容呢, 一般来说对于迭代的内容呢, 我们是这样去考虑的, 大概有两个方面吧, 第一呢首先是靠经验, 因为我们开发了近100款这个潮球性游戏了,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财富, 哪些设计的是好的,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新产品里面去尽可能的去这个尝试结合利用, 就是能不能套进来继续用的, 那么哪些东西是不好的呢, 我们也其实就可以直接跳过了, 不再去尝试了, 也避免我们去踩坑, 那么这是说, 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靠经验去判断这个事情, 那么其次呢, 就是我们后续版本的内容呢, 也会我们会去持续的去关注这个市场上的这样的产品, 这个各个成功产品啊, 榜单情况啊, 这些东西, 并且去分析它们, 然后呢, 哪些新鲜,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鲜的设计, 比如说一些激励视频点, 我们觉得这个做的比较好, 可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们也会拿来去做在我们自己的游戏里面, 去看一看这个效果如何, 那么大概就是可能主要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判断吧, 那么我是觉得做出这个正确的选择, 少走这个弯路, 才是这个我们去说受益最大化的这个第一准则, 那么这些刚才说的这些经验呢, 和对这个成功产品的这些关注呢, 一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会去做这些, 另外其实也来自于Lion, 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帮助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决定, 就是说后面我们要做哪些内容, 怎么去做, 那么当我们决定要做这些内容呢, 其实我们做出来之后呢, 都肯定会去做AP测试这样的方法, 来验证这些内容是否是做对了, 那么其实就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就是数据驱动, 我们都是要通过这个数据结果来做判断的, 那我们会去做这个大量的这个AB测试, 在拿到这个数据结果之后, 再去做这样的数据分析, 那么如果我们做对了, LTV提升了, 我们肯定就会保留, 就会扑制到所有用户, 那如果做错了, 很直接可能就会这一项更新, 就会可能会砍掉, 然后去做再去尝试别的, 那么提到工具呢, 其实我们如果要去做AB测试, 做分析啊这些东西, 当然自然肯定是要用这个工具的了, 那我们公司有一套这个自己的这个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啊, 就是方便我们自己去这个查询分析数据, 我们是其实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策划都要去用这样的这样的系统的, 然后让大家保持对这个游戏数据保持一个敏感性啊, 但是这套这个统计系统呢, 其实它并没有商业化, 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啊, 这个现在就不好太多的给大家做过多的介绍, 但是呢, 如果我们去与Lion合作的话, 那么应该是可以使用这个APPLamin他们的一些分析后台, 他们这个后台也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用来这个分析很多的数据, 并且呢,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AB测试啊, 就是APPLamin他们建立了一套非常方便的这个在线的AB测试的这样的系统, 通过与这个我们的游戏客户端配合啊, 可以去在线配置这个BABY分组的参数, 支持这个动态修改这些参数, 如果你发现哪个组的这个收益效果比其他组要好, 那你可以立即扑视到这个所有用户, 而不需要去等待这个客户端更新, 然后去审核啊什么什么这些事情, 能让我们尽快的去获得这样的更多的这样的收益, 那么另外呢, 其实Lion也在不断的进步, 就是不断的优化自己的这个平台啊, 他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建立很多一些新的工具啊, 新的平台, 比如说一些广告查看啊, 什么这些方面的一些平台, 那么来帮助开发者更准确的去做这个决策, 提高这个大家的这个这个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的这样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相信如果说与Lion合作了之后呢, 这些大家其实有很多工具也都可以利用到, 嗯, 大概是这样, 明白, 那, 也谢谢云荣帮Apploving的一些工具打靠, 我们也是天天在讨论这些AB测试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好奇, 就是您对这个超休闲游戏的市场是怎么看待的, 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些就是这个市场的趋势, 以及说您对这近几年来的一个超休闲游戏市场的发展状况, 您是怎么看待的, 嗯, 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的本职工作是做设计的, 所以关于如果说去谈这个市场趋势, 我是想从这个游戏设计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而不是从这个买量发行啊, 商业啊, 这个资本啊, 等这个角度来说, 它有什么趋势,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在这个超休闲游戏市场, 从这个游戏设计的角度来说的话, 是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未来的趋势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是觉得在这个核心玩法上, 超休闲游戏的玩法其实是这个多种多样的, 它不同于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 这些游戏类型, 比如说什么, 呃, 一些重度的, 一些中度的这样的游戏类型, 甚至是一些轻度的, 因为我们只是超休闲, 连轻度可能都算不上, 它不同于这些传统的类型, 它们的那些类型呢, 它的核心玩法可能是相对固定的, 而理论上, 无论什么玩法, 经过适当的这样的删减和改进, 都是有可能做成这个超休闲游戏的, 所以其实很难说, 这个未来的这个流行趋势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初, 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超休闲游戏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这个, 在超休闲游戏中更多的是这个timing类的游戏, 可能占的数量会多一点, 像什么各种, 比如说平台跳跃啊, 一些躲避类的呀, 什么这样的游戏类型可能会多一点, 那么慢慢的呢, 某些时候可能某种玩法呢, 就会这个大堆出现, 比如说像什么, 见缝插针的玩法呀, 还有一些物理划线的玩法呀, 什么数字填色, 还有一些word的这种字迷的玩法, 还有一些就是IO玩法, 这个IO玩法就可以, 各种各样的这种玩法都可以放进来做IO, 然后还有一些轻度放置的玩法, 比如说这种IDOL的玩法, 这个和IO有点类似, 就是也是各种玩法, 其实都可以放进来做,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合成, 门系类的这样的玩法等等, 这种各种玩法都有可能在某个时间, 就扎堆的去出现了, 那么在去年开始流行这种减压类的游戏, 然后后来又逐步发展为这种生活模拟的生活体验类的游戏, 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榜单上, 尤其是最近, 这今年就比较明显的, 就是看到各种的这种小游戏合集类型的游戏, 开始在榜单上越来越多的出现, 就是不管它是2D的还是3D的, 就是它把很多种这种操作和玩法机制结合到一起, 一关一个玩法, 一关一个玩法这样的合集类的游戏, 就开始比较多的出现在现在的榜单上了, 那么下一个会流行什么样玩法的, 什么样设计的这样的游戏, 其实是很难去预测的, 那么但是我们如果去回顾之前的这样的市场的话, 超级线游戏确实经历着一些变化,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以前的游戏, 比如说看一下历史榜单, 比如说去观察一下早一点, 比如说2010年的榜单, 大家去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2015年的榜单, 然后到比如我们开始做超级线的时候的2018年的榜单, 以及今年2020年的榜单, 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 然后下载一下头部的产品, 比如说前头部10的产品, 你可以去明显的去感觉到这个游戏是在变化的, 它的美术质量, 玩法的选择, 细节表现等等这些方面, 其实都在明显的提升的, 那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因为我们是2018年开始做这个超级线游戏的, 在我们刚做这个超级线游戏的时候, 其实那个使用的理念是要做一些极简的这样的游戏, 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 比如说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策划, 想到一个玩法, 想到一个idea, 说有一个人在这个路上跑去躲避障碍,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去问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不是人在跑行不行, 如果是一个球在跑行不行, 那么如果策划提一个idea说, 我也有一个人在射击, 然后去击杀敌人, 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人在射击击杀敌人, 而是一个方块在射击另外一个方块, 可不可以, 那么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游戏的设计理念, 其实包括榜单上都是这样的, 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游戏理念, 就是说会是尽量去更一般化, 这个去形象化的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都把它包装为一个球, 一个方块来做这样的玩法, 但是我们去看现在的榜单, 今天的榜单, 你去看看今天的榜单的top10, 透过这个200名的榜单里面, 还有几个是用这种球和方块在做的, 基本上大部分它可能都会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这样的比较搞笑的一个形象, 一个小人这样的一些, 在做这样的游戏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品质, 其实是一直在提升的, 用户的这个, 对这个游戏的这个品质的要求, 也是一直在提升的, 那么如果真的要去谈一下这个未来的趋势呢, 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去找到趋势, 而是去创造趋势, 用你的游戏去引领趋势, 就像Lowboes, 我们创造了一批, 也创造了一波这个物理化线解谜的, 这样的玩法的一波趋势, 那Size the Girl又创造了一个动画剧情选择的, 这样的玩法的一波趋势, 那么想要做到这个呢, 其实无论市场怎么变化,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超学闲游戏领域, 你永远都要遵循的这样的设计原则呢, 是易懂新鲜爽快这样的原则, 那么关于这个市场趋势呢, 现在就简单说这些吧,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 就是不是去追随趋势, 而是创造趋势, 然后去引领趋势, 还有就是三个原则, 是易懂新鲜爽快, 那我自己也是看了很多的网上的, 关于超球线游戏的这个分享,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辟, 这个概括是非常的精辟的, 相信对很多人今天是有不少启发的,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您, 您认为这么多的一个一个的报款背后, 有没有什么武功秘籍, 还有就是如何去复制成, 复制更多的报款? 这个吧, 我先说这个复制的这个问题, 首先很惭愧的说, 其实我们还并没有掌握任何能复制报款的这样的方法, 如果谁掌握了这样的方法, 请来尽快的找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那我们自己的产品呢, 其实能称为这个报款的, 可能就是Lowboats和Cigle Girl这两款, 那么其实很明显, 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复制关系的, 一个是这个物理的化线解密的玩法, 一个是这个剧情动画选择类的这样的玩法, 那Cigle Girl之后呢, 能算得上一点复制的, 可能是这个Crew Hunter, 就是这个名侦诞老王这个游戏, 但是他还算不上是这个, 算不上是报款, 另外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呢, 就是这个Profume Out, 就是这个救救小老弟这款游戏呢, 其实呢, 它只能算是复制了我们这个, 剧情设计这样的一个设计点吧, 但是它并没有复制玩法, 因为玩过的人可能都清楚, 这个Profume Out这个玩法呢, 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 拔插销拔针的这样的一个玩法, 它和Cigle Girl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从, 而且从这个用户量上来看呢, 其实这款游戏它也不能算是一个报款,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还, 还其实是做不到这种所谓的轻松去复制这个报款的, 然后说这个武功秘籍的这个事情, 关于这个武功秘籍呢, 我是不太方便透露给大家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我们公司, 可以来我们公司, 去问一问我们公司这个扫地的阿姨, 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武功秘籍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秘籍的话呢,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在这个, 应该是在某个岛上在度假呢, 而不是在这里, 而不是在这里作为一个打工人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开个玩笑, 其实呢, 我是想说啊, 就是像超修行游戏啊,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它更多的属性, 其实是一件商品, 它主要的目的是盈利, 而作为商品呢, 最重要的是知道用户在哪里, 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爆款游戏的话, 那么最本质的其实还是要去研究这个用户, 你要知道这个超修行游戏的这个用户群在哪里, 有什么特点, 就是他们喜欢什么, 那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自己也是一直在探索, 一直在学习, 那么这里其实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在这个超修行游戏呢, 你永远都要遵循的一个设计原则呢, 是这个新鲜易懂爽快, 那么这里可以去稍微多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易懂呢, 指的是其实你要让你的这个游戏的玩法, 美术, 尽可能的被更多的人一看就明白, 因为这个容易明白的相对来说, 就会更容易被接受和喜欢, 我们说的真正的其实游戏玩家呢, 他只是一小部分人, 而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超修行游戏的玩家, 甚至可能不应该称之为玩家, 他们是一个更广的, 范围更广的一个泛用户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他们的游戏经历, 很可能只是, 只玩过一些超修行游戏, 他们是没有那种, 我们作为这个游戏开发者, 所认为的一些游戏常识啊, 什么这样的东西, 你不要认为他们轻易的, 就能去接受你这些东西, 所以说, 你最重要的是要去抓住这些人, 要让他们, 先要让他们去能够轻松的, 去接受你的游戏, 明白你的游戏, 那么这是这个易懂的方面, 不管是玩法和美术上, 都要这样去做, 那么这是易懂, 那么第二个新鲜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就是不管你的项目是原创的, 还是去借鉴的, 结合的,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直接copy换皮的这样的玩法, 那么只要, 如果你能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体验, 当然这个新鲜得是一个好的体验, 虽然是很新的, 但是有很差的体验,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它够新鲜, 其实它很可能是就有可能去成功的, 那在我的这个印象中呢, 所有能称为爆款的这样的游戏, 就是我们看, 比如说上头部1的一些这些游戏, 大多数, 绝大多数时候, 他们在某些方面, 一定是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新鲜体验的, 那么这个新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这个爽快啊, 爽快这个词呢, 其实可以分开, 就是不仅爽还要快, 我经常给这个策划举例啊, 就是说超秀线游戏的用户, 他们来我们这里玩, 他们不是来我们这里看文艺片的, 甚至不是来看商业片的,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他们是来看快乐大本营的, 是来看这个脱口秀的, 他们是来找快乐的, 是来这个减压, 是来打发时间的, 那么我们就要一定要直击它的这个爽点,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减压类的游戏开始这样的流行, 生活模拟类的游戏开始流行, 因为这个越贴近生活的, 往往更容易触及到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原始情感, 体验到了一些平常不能体验的过程, 就是很减压很爽, 那我们听人说的这个爽呢, 其实是包含了多方面的这个情感在里面的, 比如说其实这个惊喜搞笑, 它也应该算是一种爽的体验, 那么这些感受呢, 它们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一个动画剧情, 比如很搞笑的一个剧情, 那么也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操作体验, 或者是操作起来就很爽快, 那么也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些, 画面的反馈啊, 音效的反馈啊, 这个出版反馈啊,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另外呢, 还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 你所模拟的一个事件的本身, 它产生了情感共鸣,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爽快感, 那么这是说这个爽, 那么然后呢, 你不仅要让它们感到爽, 而且要很快的去感到爽, 每一分钟都要爽, 每一关都要爽, 因为平均下来可能, 这样我们的超学型用户呢, 他们平均可能每天只能玩这个十分钟的游戏, 就是累积啊, 用户市场, 那么可能60%的人在第二天都会离开, 90%的人可能在第七天都会离开, 这是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因为我们超学型, 毕竟是这个超学型, 我们的内容很简单, 然后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比较短的, 那么直接的这个爽快感, 对这个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就是这个爽快, 那么就是说前面提到, 再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易懂, 新鲜, 爽快, 这三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认为如果想做一个爆款游戏的话,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去遵循的一个样的设计原则, 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云龙, 这个我感觉今天我也是学习到了很多, 然后就我觉得只恨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聊更多, 但是感觉我们现在也是接近尾声了, 那我们接下来动画需要收尾一下, 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云龙分享这么多, 然后也很开心能够去回顾一下我们与SuperTypeX的合作旅程, 那我们也相信以后也会一同创造更多的好的成绩, 那接下来呢, 我和云龙也是非常开心有一个机会去与线上的朋友们做一个互动, 那下面请Michelle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问题吧。 OK, 好的, 非常感谢云龙的分享,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是超值啊, 满满的干货,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过了快50分钟了, 然后我们也是从后台收到了非常多的观众提问,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筛选一下, 我目前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很高兴, 关心关于OB测试的问题, 那么这样吧, 我觉得可以总结和合并一下, 现在有几个, 一个是有一个朋友说感谢毛制作的分享, 很好奇, 您提到的OB测试的测试平台是什么呢? 会是像通常的西量测试一样投放Facebook美国市场吗? KPI也等同于西量测试的数据标准吗? 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般来说这个测试呢, 是LINE一起来帮我们进行这个操作的, 那我们一般是在这个Facebook上去做测试, 是在这个美国市场去做测试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相关的这个KPI的话, 我们一般看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一个是看的刚才这个比例, 就是说观看我们这个广告视频超过三秒以上的人的, 和刷到这个广告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值, 然后另外呢, 我们会看一个这个CTR的值, 就是说点击这个广告的值,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对于OB来说, 它是没有真实的包的, 它只是说用户去点击了这个广告, 那么也会去看一下这样的值, 这个值呢, 相对于OB的那个百分比来说, 就会更准确一点, 这是这个OB测试去看的, 这个的它的, 我们主要就是看这两个指标, 那么它肯定是和CPI测试是不一样的, 因为CPI测试是真的能看到CPI的, 在CPI测试里面, 我们可能就是唯一去看这个CPI数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准确, 从这个判断市场情况, 判断息量的准确性来说呢, 一般来说最准的是CPI, 然后其次是我们说这个CTR的这个点击, 然后其次才是这个OB的这个百分比, 大概是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云龙,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延展的问题, 有一位朋友问到, OB测试的CTR标准, 或者是观看率标准是多少,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 每个游戏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标准呢, 可能也只是一个粗略的标准, 我们也会在后期根据游戏的情况, 去做一些综合的判断, 不一定是说低于这个标准的就一定不行, 或者说就高于这个标准的可能一定不行, 那么我们现在常用的标准呢, 可能这个OB的这个标准呢, 这个百分比的这个标准, 大概我们认为可能是高于15%, 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这样的, 然后低于15%可能就比较危险, 然后这个CTR的这个标准呢, 我们现在是按照LINE的这样的算法, 就是说在这个0.5%以上是比较合适的。 OK好, 非常感谢云龙, 那么其实提问的观众还挺多的, 我们就不逗留在OB测试这个问题上了, 还有一些朋友, 因为很多关注我们的朋友可能都是投海外比较多, 所以有位朋友在问, 在Facebook和YouTube渠道一般视频CTR的大概多少是合格的呢?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这个Facebook上去做这样的OB测试的这个CTR,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指导, 这个问题就是说, CTR的话是0.5%以上, 但这个算法就是说, 因为每公司都不一样嘛,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数据会觉得, 是不是奇怪, 听到别的分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数据, 但这个每公司的算法可能会不太一样, 这个主要是LINE, 我们这边的标准是这个样子的。 OK好的, 还有一位观众比较关心美术跟素材, 他问美术作为希量重要吗? 还是说展现核心玩法就好了? 其实在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最重要的是核心玩法的这个影响, 玩家看到的还是这个好不好玩, 而不是用这个美术在吸引, 但是我们在做希量的测试的时候, 我是觉得美术它是有作用的, 就是仅次于这个核心玩法, 包括你的一些你在玩的过程中的一些效果的展示, 也都是非常重要。 在我这里呢, 我个人心里的这个百分比大概是这样, 我认为核心玩法的影响的因素占70%, 然后美术的因素占30%, 大概是这样。 OK好的, 我觉得云楼你实在是太火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的问题数量真的是超级多, 那我再挑选,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再挑选两个问题来问。 有位朋友在问就是, 作为第二次CPI测试比第一次CPI测试效果会变差,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个其实我们确实是也, 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原因呢, 其实很难去分析,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它的影响因素特别多, 包括你的这个, 因为如果你做第二次CPI测试, 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一般来说不会拿同一个素材去做这样的测试, 我们会自己有判断, 比如说如果第一次不好的话, 那我们第二次去做CPI测试, 我们的内容改进了什么, 或者说这个广告, 我们在这个所表现的这个内容上面,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去改了什么东西, 那么这些广告内容本身它可能就会有影响, 其实很难去判断说你只能从结果上去看, 而你很难判断说玩家比较喜欢哪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广告内容的这样的变化, 这个影响因素的这个里面, 另外其实我是认为可能和你的买量的时间, 用户的这样的质量的这个变化, 或者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其实都会有影响, 如果它的差距很小的话, 那其实很难分析它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去影响的, 那如果它差距很大, 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买量素材的这个问题了, 你可能游戏优化好了, 然后这个素材的表现效果, 或者这个东西, 就是玩家更容易看得懂了, 然后你这个玩法也更好了, 那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 就是在数据差距大的时候, 比如说你前面第一次测是这个CPI是一块钱, 然后你第二次测的时候, 它突然变成0.4了, 那这个肯定是, 我觉得应该是能找到原因的, 但这个要具体去分析了,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开始是一块钱, 后来你变成1块2了, 或者是0.8了, 这种其实很难分析的。 OK,那好, 最后一个幸运的朋友, 最后一个问题了, 有一位朋友在问, idea筛选时的问题, 就是按照您的idea出的产品, 为什么能够进入top10的理由, 想知道答案, 这个是来讨武功秘籍的, 这个其实是, 这个我也一直在和我们的策划是这样的, 去说这样的问题, 可能别人也会问, 那那标准是什么, 我是不是完成这个ABCD, 或者1234D4条标准, 我就进top10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和刚才谈到的这个我们, 就是市场趋势的那个问题, 其实有一点类似, 就是我们很难去说, 你的这个游戏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它就一定会进这个top10, 更多的是一些常识性的判断吧, 比如说常识性的判断, 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易不易懂这些东西, 那你的美术, 比如说你的玩法, 你的规则其实是隐藏的很深的, 它不是一些常见的规则, 然后玩家玩起来不容易懂, 或者说你的美术, 并不是用一些大家, 普通人就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些包装, 比如说生活中做饭这个事情, 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玩法包装, 那么如果说我不是做饭, 我是一个魔法师, 或者是我是一个骑士, 然后去研制一些什么什么奇怪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对于普通的人来说, 一般的大众来说, 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 那么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 易不易懂就是判断条件之一, 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条件, 我们能不能进top10, 其实就是这些各种条件结合在一起, 然后包括自己的对这个游戏的一些感觉, 去看它是不是有趣, 是不是新鲜, 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条件, 都有可能去判断, 它并不是一个一些固定的判断方法, 所以这个如果有固定方法, 那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秘籍了, 这个方法论摆在这里, 大家都可以一条一条的去满足就可以了, 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好,好的, 那感谢大家的踊跃提论, 还有云龙这边的, 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open的分享,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非常感谢云龙,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们先到这里了, 现在我们屏幕上马上会弹出一个投票, 其实是一个很简短的调查问卷, 希望大家可以花几分几秒钟的时间吧, 很快的帮我们填写一下反馈, 这个投票呢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改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ask the developer的活动, 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会选出三位幸运观众, 并且送出我们的京东礼品卡, 所以中奖的观众不要着急, 我们这里有您的这个邮件信息, 所以活动结束后, 我们会有活动专员与您联系, 然后因此请您及时关注您的这个活动报名邮箱, 那趁着大家在这个投票的这个过程中, 我再稍微打个小广告啊, 就是因为刚才看到很多观众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时间有限没有达到, 然后其实LINE这边包括SuperTypeX做了很多优秀的超休闲游戏,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iP11上面呢, 也有很多关于这些休闲游戏的一些干货, 还有一些成功的密集的分享,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可以直接搜索iP11就可以关注的, 然后以及我们最新的活动信息都会发布在这里。 OK, 好的,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期就要结束了, 我想再次感谢一下大家对我们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以及云龙大拿对我们的鼎力相助, 还有Yolanda这次加入我们这次活动的主持, 另外呢, 就是AsterDeveloper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用的干货, 那么我们跟所有的观众说一声再见好吗,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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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